他这边跟我说 我的YouTube已经是完成的 好来我们就到YouTube里头 然后进去之后呢 一样右上角 我的频道这一个 好那同学你们进来后 频道会看到你的影片 那因为你们是私人的 所以你自己看得到 别人是看不到的 往下 往下有一个YouTube工作室的 β板 这个你点进去 这个是一个 就是他的管理软体 管理的界面 好你进来后 你就可以看得到你的状态 好那我要的是看左上角 左上角的地方 有一个叫做影片 影片 你点进来 影片 好进到影片中 你看我刚练习用就在这里了 了解吗就在这边 那我现在想要把它抓下来 所以你可以点一下旁边的选项 有一个叫下载 这样就好了 下载 就可以把这一个影片 真正的抓下来 你把它抓下来后 你们想要放在那个 简报上台才可以用 好所以这个是作品 好把它抓下来 然后另外如果你确定 我这个影片是没有问题的 我可以公开让其他人来看 好那这时候的话是 你就点它 一样后面的那个点点点 找编辑标题说明 这些都可以进去编修 你要自己去打 像预设练习用 然后下面就是因为 它是那个Powton的 所以我们次免费 给人家用的有没有 真的是很尴尬 这个就是要打一些说明事项 这样OK吗 好那如果是免费 所以我想把这个放着 其实这个拿掉也没关系啦 因为你的影片中本来 就压了那个Powton的logo 它其实本来就在了 你把它save起来 这样OK吗 所以你确定好改好后 就可以open 那open的话是旁边这个 本来是私人的 你把它设为公开 别人就会看得到 这样了解吗 然后不公开的意思是指 要有网址的人才可以看得到 所以如果你们是内部流通就好 你一样放到YouTube上 可是你设不公开存起来 好那它的网址呢 来取得分享连结 点它 它会有一个网址 复制到剪贴簿 你开分页的时候 把那一个网址贴上去 这样它长这样 Enter 就会连到这一个影片中 可以去看内容 这样 就是它在YouTube上 720的解析度 我觉得还好 说实话 在影片中观看 其实是OK的 没有到很高 而且你手机看 其实手机更小 根本看不出 那种一点点糊糊的感觉 这是要放整个完整满版 才会比较明显一点 这样 那其实老师意思吧 对 那但是至少先学嘛 如果真的有业务上的需要 而且用到的频率很高 其实就是付费一个账号就好 大家一起轮着用就好 就账号大家共用 也是OK的 然后后面它一定会加这个 这没办法 因为你是付费的 这样听到老师的意思吗 OK 好 来 所以我们可以试看看 就是你 如果要公开 或是下载的方式怎么做 好 所以这要学起来 勾起来 不用勾了 对不起 来点这点点点 下载就可以把它抓下来了 如果你用勾了 可以一次多个下载 那建议就一个一个这样 来 把你刚才传上去的至少